例如有時下大雨 然後又要拿一把傘 我就會由車頭走到車尾 Hello 歡迎收看周太頻道 今天我們就想說一下 為什麼會買Toyota Space 不過說之前就想澄清一件事 之前在買二手車經驗分享那裡 很感謝網友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直板並不是沒有改裝的意思 直板其實是沒有大撞過的 下次應該查清楚一點 很感謝這位網友提醒我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Toyota Space 我覺得其實這輛車真的很限油 例如進入Shell的限油背方的話 真的一個星期進入一次油 都可以的 我們跟周太每天上班都可能 都可能由新界出九龍 即來回都不少東西的 但是你這樣駕駛 你一個禮拜都是進入一次油 四百元就可以入滿缸油 所以我覺得就很省油 另外就是我始終是新手 就是還在摸索 我想其實買一輛日本車 也都容易整一點 聽到朋友給我的資訊 就說如果你是買歐洲車 可能很多時候 都整組件都黏在一起 就等車穩定一點 可能沒有椅子 避震做好一點 但是日本車 它就是每樣東西都分殘 可以整理車的時候 就不用所有東西都拆出來 第一樣東西就是化算一點 什麼都不要說 除了因為Toyota Space 是日本車之外 主要我們選擇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尺寸比較滴滴滴滴滴 新手來說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它的車頭車尾比較短 其實我們要在泊車 或者去到一些地獄停車場的時候 其實要轉彎就比較容易 除了Dixic之外 就因為Spay的車身比較高 我們就覺得會比較容易看位 而且我自己就覺得在大車旁邊 就沒那麼害怕 還有Spay的車底比較高 去某一些停車場 例如海港城、太古城那些 斜下去的那些就沒那麼容易刮底 說完外面就到裡面了 阿周先生因為它比較高大 所以它就很喜歡Spay的 那個樓底很高 好像上次這樣說 另外Spay的手掣 其實就是變了腳掣 所以你看到司機和司機旁邊的位置 中間就可以空了出來 我長得比較小 我就經常可以在車頭走去車尾 例如有時候下大雨 然後又要拿把傘 或者是我的車 拍到已經很貼 後面那一棵牆 通常開不了車尾的門去拿東西 我便會由車頭走到車尾 除了可以走來走去之外 司機旁邊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可以移動前移動後 所以其實是很舒服的 坐得周先生很高大 他覺得這個位置的Lick Room是很足夠的 反而我覺得司機位的Lick Room 就有點頂 你看我的腳這個位置 可能有時候我左腳就會頂到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都很舒服的 但譬如我坐… 周梯開車的話 我坐後面的話 我覺得好像坐在一個家的沙發 甚至可能舒服過家的沙發 還有一件事我很喜歡的 就是SPAY有一個電動門 雖然我們不是說一家大小 不過有電動門 就是如果你拍一些地獄停車場 或者是不小心跟第二輛車拍到很近 司機位那邊出是有點困難的話 我就會用電動托門 在另一邊出 這樣就挺方便的 不過SPAY當然也有它不太好的地方 第一就是穩定性 因為它的車身比較高 所以如果我們走得比較快 在高速公路又要轉彎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好像想反出去 所以是不能開得太快的 還有它就是用CVT的自動波轉波 還沒用慣的話 其實你上斜路 你踩下去就會覺得不夠力 正常CVT就要慢慢 就是腳保持在這裏 然後讓它上斜路 但如果初頭未知道這個波箱的運作的話 其實可能就覺得上斜路 就好像不夠力 到時你就要開個Sport 就可能會幫到你上斜路的斜路 而且就算你說在紅綠燈那裡起步 也是會比人慢 如果你是要起步 化人一步那些 可能SPAY就不太適合你 不過對於我們身手來說 都是彈球穩陣 易渣的話 其實都很滿意的 我們今天大概就說到這裡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或者想知道SPAY更多東西 都可以問我們 記得按讚、留言和訂閱 還有分享 拜拜 拜拜